好了, 先說這件事 先說八萬富翁 還是說七出新加坡呢? 先說大富翁, 我見check room 也有朋友 已經開始在說這件事是有騙人的 當然啦 這件事你自己覺得有沒有代表性? 你不要玩啦 你說匯豐做的, 那個調查是 匯豐做的調查是說 香港的八萬富翁 首先他說香港的八萬富翁 已經是八萬富翁的人 他們是何時發達的呢? 現在告訴你 平均33歲發達 那現在 你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推論? 由此可以推論 香港的人呢 33歲就可以變成八萬富翁 但問題是 如果你再計算通脹 今時今日有100萬流動資產 你都只不過是一個窮人 就算你說, 你推一萬步就這樣說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哪有代表性才行 你今時三十三歲 即是你不背學債 到33歲 都已經難得了 其實是 因為現在你讀大學 你四年製 如果你四年都借錢的話 那裏是十幾萬的 有些人可能會還十年的 你說八萬富翁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只不過他現在就是這樣 首先他把八萬富翁都刮出來 然後問他們 你究竟 你什麼時候變成八萬富翁 有些人不用33歲 有些人一出生就是 聖霍那些 是那些 那你說 你現在本身是八萬富翁 他現在幾歲 有沒有交代 有沒有交代 這班受訪者現在幾歲 還有這些所謂第一統金 是怎麼來的 有沒有跟你說 是 即是 這個所謂 卓越理財2023年的中產報告 他訪問了 1,100個 加乎24至64歲的人 即使是24歲 年輕也好 你都起碼有個條件 流動資產規模 是達100萬以上的人士 即是一群人裏面 你一定 不是說你24歲 就可以接受訪問的 現在他只找回 那些有100萬 身家的人 去做訪問 那些所謂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即是其實是 你在Premium的客戶裏面 找出來 你看到你的戶口 我匯豐銀行 你看回我們的客戶 那些有100萬以上 我找他們做訪問 就是這樣 然後再看回你的記錄 究竟很多人的 100萬的存款 是何時進入到 我以後有Premium 那你就看 你現在有100萬 這麼厲害 那你100萬怎樣來 你就問回他們 再問回你的專櫃客戶 你做定期的客戶 什麼專櫃理財那些 那些人 就找回他們做訪問 你有沒有說 你隨時變成鄧德全的 你隨時變成鄧德全 會被人封戶口 61%的受訪者 是靠來自工作以外的儲倉 來賺取第一桶金 即是說 打工就死了 打工就死了 即是你現在那些客戶 多數都是有自己投資有道 那投資有道 是透過怎樣投資 其實是你匯豐想知道這件事 是的 例如投胎 你匯豐為什麼要知道這件事 因為要讓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方向 如何向自己的客戶 銷售理財產品 如何針對性地向他們 只是銷售理財產品 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告訴你 這班人裏 61% 你看看 至少現在的廣告效應 告訴你 香港有八萬富翁 六成都要靠儲蓄以外 來賺取第一桶金 即是怎樣 即是說 好像剛才你說的結論 這樣 靠打工是沒有發達的 既然打工沒有發達 那怎麼辦 那你就要買匯豐的理財產品 就是這樣 現在是說不需要理財產品 你做定期也有五六厘 即是四五厘 Oscar都說 投胎KOL留名為 即是靠打工沒有發達 很多人呢 就靠這個 投胎有道 都未必是投資有道的 真是好笑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得淡笑 但我又見到幾多人傳 又說 哎呀 我見到甚至乎 包括是誰 即是好像 啊 啊啊啊啊 雲水那裡傳 我三十 我快要三十五歲 我只是三十三歲 還差一年 我不但沒有失一百萬 我甚至乎有負債 可能他買了一樓 應該是 他所謂的負債 有很多種方法 可能他自己公司發行債券 他都說他自己是 上司公司執董 是 這個就是 其實我不用看這個 匯豐理財報告 什麼調查我都知道 以前也有看過 洗腦書 那些 什麼 什麼 褲爸爸 窮爸爸 就是講一個故事 即是那個日本人 就說 我有一個褲爸爸 有一個窮爸爸 我親生爸爸 是很節奪的 他又不是大洗的人 但是呢 他就是除了靠打工之外 就真的沒什麼發達 又說自己不夠錢 又說 又說認識到很多專業人士 甚至乎認識到一些 做accountant的人 你不要以為 accountant的理財一定很厲害 他只是當一份工去打 他們自己不認識理財 不認識投資 這樣 然後 他認識到一個 副爸爸 副爸爸是義父 其實是 然後 又教他 玩了一個 cash flow的遊戲 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不斷洗腦 甚至乎 你知不知道 富爸爸窮爸爸之後 他發明了一種遊戲 就叫現金流遊戲 好像他當大富翁去賣 其實是當board game買到的 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 就是匯豐的廣告 大家何必這麼認真 但是大富翁這麼認真的時候 變成新聞 這個廣告就是高張 因為大家都在研究身邊的人 看起來好像很鬆容 隨隨便便都很容易拿到不錢 究竟他們的不錢怎麼來呢 有幾個人 Ci-Chun Co都說 身邊三十歲的朋友 都是靠疫情的時候 買了美股 身家保障得到三倍 即是你買美股那些 這是常識來的 即是你發達的人 即是你多數會見到風光那邊 即是這麼說 你要take risk 但risk有風光那邊 但也有截墮那邊 即是有些人 即是投資是當賭錢 變成難賭鬼 即是蕭生以前 即是花一個星期 講李嘉誠轉 他都說 李嘉誠 大家看到他好像變成首富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李嘉誠蝕的錢 其實都是天文數字 其實不是單純地產生意 而是綜合商社 只要李嘉誠覺得 那門生意過癮 他就嘗試扔錢去做 他可以投資電信 這個Husky Oil 是可以玩到自己 差一點點破產的 嗯 阿蓋倫就說 這個人就厲害了 第一桶第二桶金 都是靠打工 那我想 是不是做醫生啊 可能其他專業 我們不知道 做醫生是可以的 做醫生 就是所謂月球人 一個月就一球 不是啊 立法會議員那個林順潮 叫星球人 就是啊 那些做醫生的 那些 什麼什麼 33歲 真的 30歲之前都可以 他做完PACEMENT 真的 那這些就是得淡笑 這個就是 嗯 Driver lonely 都說 老小哥兒子 說破產食 等一下 OK 剛剛中斷了連線 突然間 線路不太穩定 OK 現在聽到就可以了 繼續去的 雖然都接近一個小時